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是一個超小型的開箱影片 話說我在IG story 投資了我去Chanel 買了很少的東西 然後大家瘋狂地問我買了什麼 可以拍開箱影片,很想看,很想知道 不如拍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我沒有想過我買的東西很便宜 是我人生買Chanel 最便宜的東西 不算化妝品的話 我本身覺得如果我拍這個開箱內容會很空洞 但那天我買了這件東西 是不是很小的呢? 大家都猜到裡面真的超小型的 另外我寄了告訴大家 我買這件東西的時候就有一個贈品 大家還瘋狂 為什麼會買到有贈品呢? 你是否VIP呢? 這麼大合我更大合我買的東西 其實我絕對不是Chanel的VIP 怎樣可以得到這個贈品 有什麼攻略的話 不如一齊跟大家分享 在開箱之前,不如我們先去廣告吧 今天這條影片是由Shape Shark贊助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去安裝VPN 一個私人的虛弦網路 去保障自己的網路安全和私人 當你安裝VPN之後 就沒那麼容易被人查到你上網的活動 例如你去過什麼網站 留過什麼言論 在哪裏上網等等 對於現在我們香港人來說 這個網路安全都很重要 除此之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開Netflix的習慣 就會發現不是套套戲或者套套劇 在香港都有上畫 甚至一些動畫 還要在日本限定 就像我男朋友一樣 他追開一套動畫 叫超人力霸王 只在日本Netflix才會長先上線 在這個時候 就可以把VPN教到其他國家 就可以解決香港看不到的問題 現在申請Shape Shark的VPN 還有30日的退款保證 如果任何時候你試完不喜歡 按一個按鈕就可以申請退款 就會對於大家有些保障 還有用我的Discount Code Dottie Heidi 是有15折 你沒聽錯 是15折 對 還要送你三個月的月費 所以真的非常划算 現在不申請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申請才有這麼划算 一個帳戶 電話、電腦、平板都可以用得到 沒有數量限制 挺划算的 我會把資料和申請的連結 都放在Info Box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 我們現在就繼續開箱吧 好!我們回來開箱的現場 其實有些觀眾都猜到 很多人都猜到我會不會買項鍊、手鍊、耳環 也有人猜到我這次買的是一副太陽眼鏡 咦?我的單子在這裡 打開了之後就是它的太陽眼鏡盒 我覺得這個盒的質素已經值回票價 我近鏡給大家看看 這個太陽眼鏡盒是簡單但不失奢華的 它的皮革是亮面的黑色皮革 然後用了一些黑色線 去塞了一些靈格 所以低調得來 看到很多細節 還有它旁邊是有一個銀色扣的Chanel Logo 它後面就做了一個 好像凹凸凸凸的形狀 剛剛好放了太陽眼鏡 就不會壓到眼鏡了 因為這個盒其實都很大 所以戴出去有時候不算很方便 Chanel就很貼心地給了一個布袋 下面大家應該會看到Chanel的字 所以它平實得來 又會低調地告訴你它是有牌子的 是一個索繩袋 都很普通的布袋 裡面就有一個里的 所以也有一點保護性 但它也不算很厚 所以也不要去壓它了 現在就跟大家看看裡面我買了哪一副的太陽眼鏡 沒錯它是全身的 我自己都沒拆出來大過 其實它是一個粉紅色漸變層的鏡面 然後有一點點銀色的反光 然後旁邊是會有Chanel一個很低調的銀色Logo 還有它們的字在這裡 但很小 如果你要看的話一定要很近 然後很仔細才會看到Chanel字的 這個就是眼鏡柄 前面這裡也有Chanel一個字在這裡 後面是一個非常淡的粉紅色皮的柄位 戴上去的效果就是這樣的 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太陽眼鏡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這些這麼白搭的鏡型 我不喜歡那些很大或者很浮誇的那些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就是它架在頭上做飾物 也是很漂亮的 它本身除了粉紅色還有一個是紫色的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紫色的 但是不知為何莫名地我覺得粉紅色這個漂亮很多 所以就買了它 它是很輕身的 它不會穿著頭 也不會戴著的時候覺得鼻子或耳朵是壓著的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款 開箱完畢的了 是不是很簡單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 其實這個太陽眼鏡就是2500元的 我覺得價錢來說就不算負擔不起 開箱完畢就說一下這個鎮品 這個鎮品真是划算 它是一個Chanel的化妝袋 而且是這麼大的 而且它不是只有一個袋子 它裡面是有一大堆的東西 為什麼呢? 我可以只買一個2500元的太陽眼鏡 就送這麼大的化妝袋 就有一個小小的巧妙了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化妝袋 繼續買關子 這個化妝袋是一個大紅色 然後拉鏈是金色扣的 上面也有一個CC的很小的Logo 然後這裡是浮丟了一個Chanel的字 其實它不是真皮的 我相信是PVC 就是摸上去 裡面會有一些小相片 例如一個Base 之後有一個香水 一個Cream 有一個洗面膏 還有一支是Mask 是一個Clay Mask 還有一支是Lotion 有支Toner 這樣就沒有了 大家應該很好奇 平時在Chanel就算買幾萬元的東西 它也不一定有賺品 當然我不會買什麼VIP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大份禮物呢? 就是關於這個太陽眼鏡 原來香港在IFC中環的Chanel化妝品那間店 是有賣太陽眼鏡的 你知道 其實平時在Chanel化妝品買東西 它有時候會有些滿額的賺品 剛好這陣子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不作準的 我用我買的時候是作準的 就是買滿2000元 就會有這個套裝送的 LMETA 你買化妝品2000元 護膚品2000元 甚至乎那裡有太陽眼鏡 你買太陽眼鏡也好 都會有這個賺品 所以 基本上他們的太陽眼鏡 都不會低過2000元 你買一個太陽眼鏡 它就一定會送到這一套禮物 是不是很化算 因為這個太陽眼鏡 我問過 除了它有得買之外 其實普通Chanel的專門店 都是買得到的 它不是一個 只是在化妝品店才買到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真的超級划算 你買同一樣的太陽眼鏡 如果你是在Chanel的專門店買 你不會有賺品 但是這個小攻略 就是你在中環IFC那間 買化妝品店買 就會有賺品了 哇 真的超級無敵化算 整件事 感覺上 買一送一的感覺 對 希望這條影片 就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實在太多人問 就是覺得 為什麼我買這麼多袋 我一樣東西都收不到 但是你買一個太陽眼鏡 或者一個這麼細微的小物 就已經有賺品了 今天就跟大家解答了這個疑問了 而且我也很清楚大家 關心包裝的問題 因為可能你會想 如果我在化妝品店買東西 會不會沒有平常的Chanel Bio妝 是不會的 它都一樣會有一個紙袋 有絲帶 貼上他們的山茶花 有些人問 為什麼山茶花上面 有些藍色紮染了的東西 當然就是我不小心弄髒 因為我之前拿著這個袋 前面有一個深藍色紙袋 在碰撞磨擦之下 它就變成有藍色 當作特別版 沒有所謂 這個紙袋也是一樣有的 大家就不需要說 會不會我買這個 然後只給一個化妝品的紙袋 不是拿回Chanel正妝的 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希望大家這條影片看得開心 當作是一個小小的生日禮物 還有他們有Chanel自己的眼鏡布 我都還沒拆出來 應該跟普通眼鏡布質感一樣 沒什麼特別的 純粹就是多了Chanel這個紙 這裡大家應該都看到了 今天這個開箱影片簡潔地在這裡完結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這類型的分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影片 逢星期六到三點和星期日到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